海軍冠號鼓號樂隊的表演中 100.8年海軍尊目遠信支隊 3月17日 十八兩天在台南安平上港 開放油彈補給艦 磐石軍艦 含著康定吉 輝彈 星王艦 武昌艦 讓民眾來參觀 每年遠航最主要的任務 是官校應屆畢業生 的遠航實務訓練 藉著這個訓練培養未來海軍的基層幹部 並藉此機會驗證 提升艦隊整體的遠洋作戰能力 現在看到的是中華民國簡介 中華民國簡介 我們依照外交部的文宣看護的內容 今天參加外黨的市場 媒體也特別頂上磐石軍艦參觀 這一步來競爭海軍困難的成果 海軍 讚!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我們剛剛上去磐石艦 真的見證了國軍精實的訓練 以及非常讓民眾印象深刻 不管是國防 不管是觀光 不管是先進科技 都得到充分的展現 我想這個多目遠訓 對一般官兵來講非常不容易 尤其對海軍官校的同學 這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 我剛剛去參加了鐵人三項的活動 我發現真正的鐵人三項也在這邊 許多遠訓的同學以及官兵們 他們都承載非常大的體能上 以及航訓上的訓練 我們覺得其實我們以他們為榮 也以國家擁有這麼精實的軍艦 這麼精實的訓練 這麼壯勝的軍榮 感到榮耀與高興 那也謝謝 也希望我們全國民眾 多支持我們的國軍 來保僵衛土 海軍軍艦在岸邊上港來開放參觀 現場的民眾歡迎是最大的連連 只看到一波還有一波的民眾 都稍稍稍來看軍艦和表演 各位有超過多萬人喔